来看看屏东群聚事件的感染来源 有两名确诊基因定序出炉 也确定感染到的是Delta变异株 其中这名女果农 她疑似是跟白牌车司机共参朋友 在职场上有过接触才导致染疫 另外一名白牌车的乘客 不仅是因为搭过车 同时也跟女果农曾经是 搭同一辆车到了检疫所 因此还要厘清相关的感染源 目前整起群聚事件一共有17人确诊 已经有15人都是感染到Delta变异株 还有一个人目前的基因定序 还没有找出来 那剩下的白牌车司机同事 也还在检验中 有15例都已经定序 这完成 那都是Delta 屏东群聚感染案 又有两名染疫 只有基因定序结果出炉 确定感染Delta变异株 剩下一名还在检验当中 都是同一群的 其中女果农案14905 是白牌车司机共参友人的同事 疑似职场接触导致染疫 另名案15163 由于日前他曾搭乘过白牌车司机的车 又在去检疫所时 和女果农同车 究竟是如何染疫 有待厘清 不管是从医院这方面来 或是从社区来 基本上都没有在增加的一个情形 目前这起群聚感染没有再扩大 确诊的17人当中 有1人基因无法定序 其余15人确定感染Delta变异株 剩下白牌车司机同事检验结果尚未出炉 据了解 这名同事也曾和女果农同坐一台车 会不会让Delta确诊者迈向16人 CDC还在检测当中 另外芳疗医院部分则持续召回民众进行检测 全时阴性 也意味着当地理恢复正常生活又更进一步 7月9号中午接获芳疗医院恢复营运计划书 该员工二次採检报告结为阴信 预计明后两日进行第三次採检 除了芳山芳疗地区积极防毒疫情 平县府也不敢大意持续观察 就是希望就此打住 让来世凶凶的病毒顺利平息 解苏绍委屏东草报道 解苏绍委屏医院